为什么提到黄焖鸡 那种味道总能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里 今天大强来告诉你 做黄焖鸡的关键在于什么 选鸡蛋粉切成块 辣椒 麻椒 用温水泡一下 这样出来的麻辣味更加温和 用调料把鸡肉腌上十分钟 起锅 烧油 放入冰糖 糖起泡之后啊 放入提前腌制好的鸡肉 翻炒上色之后 加上一瓶啤酒 再放入干香菇 没错 香菇和鸡肉啊 永远是最好的搭配 炖上十五分钟 大火收粥 每一块鸡肉都带着鲜中微辣 辣中微麻的酱汁 就是这个味儿 黄蒙辣斯基 记忆中不变的味道